她二话不说直奔婚礼现场 原来为了给儿子找到好工作 当妈的不仅刻扣孙女治病前 还逼着女儿改嫁给富二代 如果不按照他们说的做 就把她和双胞胎孩子一起赶出家门 小儿子听到后立即就维护妈妈 要嫁你自己嫁去 我妈妈说了她不愿意 看着懂事的孩子 婉芸不想他们流落街头 只能忍气吞声地答应下来 婚礼上 想到她嫁给柳老板 家里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所有人都喜笑颜开 婉芸啊 听说柳老板喜欢浪语的 你晚上可要好好测诱 你弟弟以后啊 全靠你了 唐妹 真羡慕你 太有人情 看到新婚妻子一脸不情愿 柳老板更是色心大气 就是这种眼神 我忍不住现在就想要征服你了 眼看她就要在这动手动脚 千钧一发之间